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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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我今天是來教大家做泡菇 因為我覺得一天內任何時候都適合吃泡菇 而做泡菇又非常簡單 基本上5分鐘已經可以完成了 先介紹一下 我喜歡買這款泡菇粒 它是沒有味道的 你可以自己調教它的味道 我比較喜歡吃鹹的泡菇 就是用牛油去做的 我會用這款牛油去做的 因為我之前買過市面上其他的現成 它已經調味調好了 然後放入微波爐 然後一丁就能吃那些 其實味道真的不一般 因為那些甜鹹的 你不可以自己去調味 我覺得就不太適合我的口味 所以後來我試勻這麼多隻之後 我覺得這款是最好 最簡單 最方便 最容易做的 我會用這款牛油 因為我試過其他牛油 這款是軟的 比較軟的牛油 我試過其他牛油比較硬的 做出來的味道沒有那麼香 沒有那麼均勻 用這款泡菇去做泡菇是很均勻 出到很香 所以你試想一下 其實做泡菇很簡單 基本上都是這幾樣材料 材料都是這兩樣材料 然後就是這兩樣材料 好了 這樣就比較簡單 因為我用了我本身的泡菇粒 份量大概不用太多 大概平了這個底部 因為如果你放太多 根本上它是爆不了 一次過爆不了 很多還是硬 吃不到就會浪費了 我做過這麼多次之後 我覺得其實最好的份量 大概是平了底部 但你又不要敷了 又不要滿了 大概就是差不多就夠了 因為它有一點空間讓它爆 不要全部沫紋一般 要怎麼做 其實這樣就可以做得到很多 第三個步驟就是量放牛油 牛油的份量 我經驗之淡 就是大概 看看你放多少 你是這樣的尺寸 尺寸是大約是超級的 然後就平均一點 這樣 要逐個混合 均勻地拌勻 要平均每顆放在上面 要不及把味道放在上面 不要加太多 如果太多會太油會太軟状 大概會是這樣的 最後的步驟當然是放進微波爐或氣罩 大概是這樣 要用蓋子蓋上去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它就會彈到周圍 然後就可以放進去 因為我這個爐本身有一個功能 就是焗炮谷的 A12 這個是焗炮谷的 所以只要來這裡 然後選擇 A12 然後再按A 再按A 那它只需要2分半鐘左右 那它就可以焗起一個炮谷 我們先等一等 大家現在聽到一些爆音聲音 看到一些跳動的聲音 而我現在在外面也聞到很香的炮谷 它可以放得到很多炮谷 很平均 即是我試這個份量是經驗之淡 它是沒有什麼剩的 好香的油油 OK了 今快就搞定了 好我們打開來看看 嘩 嘩 好香啊 你看看 你看看 嘩 嘩 熱烈烈烈的炮谷 真的5分鐘就已經完成了 下午煮劇 夜晚煮電影必備 咸甜就任君選擇 多方便 所以這個真是 推介 必備的深宵自家製 來小吃 讚 哇 ю Edition 新福 情況 檀 上 我 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